这是杜鹃花,现在是6月下旬 这个品种叫Rosebud 是长青杜鹃 这个花已经开了一个月了 现在基本上开完了 今天我们说说杜鹃花扦插的事情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如何辨认这种呢 这是小叶子的,叶子不大 然后这种是表面光滑 长青 当然了,它冬天如果太冷的时候 叶子也会冻坏 但是实际上是它不落叶 这是一种 杜鹃花通常被分成四大类 这一类呢 是Evergreen Azalea 这个Evergreen Azalea的牵插程度 难度是最容易的 难以程度是最容易的 它可以四季 通常是春夏秋三季 都可以牵插 大概一个月左右就能生根了 这种Azalea非常耐寒 它说是Evergreen的呢 但是在多伦多 冬天最冷大概零下 二十六摄氏度 二十五六摄氏度 它的叶子有时候会被冻蔫 冻死 甚至于 但是它不会在秋天落叶 所以叫它Evergreen Azalea 辨认这个Evergreen Azalea呢 就可以看到它这个特点就是叶子小 然后它开花特别多 这个品种呢 叶子表面是光滑的 这是另一种Evergreen Azalea 它的叶子表面呢 是有小毛 小绒毛 这种看上去呢 就很像我们在商店里买的 这种羊杜鹃 或者叫它比利时杜鹃 很像 但是呢 这个品种呢 更耐含 可以在多伦多户外过冬 这个旁边有一颗 这个是落叶杜鹃 叫Decidious Azalea 这种落叶杜鹃呢 是最难牵插的 但是这个落叶杜鹃呢 它就是有很多优点了 它开花大 花香 生长 快速 洗羊 很多优点 然后秋天的叶子 有时候 往往会变成 比如说黄色呀 金色 橘红色呀 很漂亮 这个落叶杜鹃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非常 很多品种特别耐含 比如说 可以耐含到零下 35摄氏度 或者甚至于40摄氏度 这一颗是 另外一个 第三个品种 是叫Lepidote Rododendron 它也是长青 它的叶子呢 比落叶杜鹃要 比长青 独鹃要大 就是Evergreen Azalea 这个也是长青的 它比Evergreen Azalea的叶子 要大一些 它的牵插 难易程度呢 属于中等 如果说长青 Evergreen Azalea 牵插的 成果率是80%的话 那么这种呢 可以到40%到50% 也就是说普通家庭 可以尝试着 浅插 第四大类的 杜鹃就是这种 大叶 和我们有说叫它 高山杜鹃 大叶杜鹃 它叫Elepidote Rododendron 它的难易程度呢 排在第三位 比落叶杜鹃 要容易一些 比Lepidote 杜鹃要难一些 但是我试过几次 都没有成功 好 像我这么又懒又笨的人呢 咱们就 试这个容易的吧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牵插 杜鹃牵插呢 通常是在 就是对于专业苗圃来说 做牵插的苗圃来说 都是在 9月份 10月份 牵插 简直牵插 然后经过一个冬天 第二年呢 春天就一再到地里头 或者更大的 盆子里头 那么对于这个 这么容易的 Azalia 我们也可以像 其他的开花灌梦一样 试试牵插 春天 现在是夏天了 刚刚进入夏天 我们试一下 选择正确的牵插质料呢 就 算成功一半 我通常用的是这种 以前 牵插过很多次 成功了以后 我再跟大家分享 这种呢 这种呢 seed starter 或者是你仔细看 它叫做 lightweight mix 这里面呢 它里头营养 较少 但是好处呢 就是 你看 它有很多 perlet 看一下 这是一出来的 它有很多的perlet 有一些peat moss 这就足够了 就是保水 透气 好 这个对于它生根 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次牵插呢 牵插 杜鹃呢 我就不是用像其他 开花灌梦那样 用普通的花园土 我就专门选择了这个 这可以用很多次 这个也可以自己配 就是一半的perlet 加上一半的peat moss peat moss本身有 这个酸性 像它这种配出来的 应该是综合的 里头可能还加了一些 lime lime stone 来变成中性的 就是ph值 ph值是中性的 那么自己配呢 就可以使它ph值低于7 酸性的 那么更适合杜鹃生长 这个也可以了 这个也不错 对于小的cutting来说 没有那么在乎 这个已经 我已经买了 这个可能有好几年了 它的里面全都干了 这是一个问题 不能够直接用 也就是说你 即使浇了水以后 你也不能直接用 要等它一会儿 让它这个质料充分吸收水 均匀的吸收水以后 再把扦插出来的小支插进去 所以我先把它浇水 然后大概放一个小时左右 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牵插 实际上是想给它剪枝 修就行 剪下的枝呢 不想浪费 所以 非为利用吧 顺便提一句 这个品种的 Evergreen Azalea 是我见过花期最长的 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呢 三到四个星期花期 而且它也是 Evergreen Azalea里头 最耐寒的品种 是我见过的 关于简直呢 我就是遵从两个原则 第一是你看它这一侧 Some reason 它长得不太好 不太密 所以我要把它剪到稍微低一些 让它长得更毛病一些 另外一个呢 像这边 像这一只呢 长得太长了 身太长了 我把它剪回去 这样它的整个形状要好一些 好了 就开始剪了 这就剪完了 看着轻快很多 好不好看呢 我也不知道 希望它能够再长回来 现在是夏天的刚刚开始 还有时间 这是剪下了一大堆 需要把 它的花全都摘掉 它比较低的 咱们拿一只 像这一只 比较低的叶子呢 去掉 就可以查一下 像这种直接查一下就可以了 5个月 1个月 2个月 我再加热 几个月 更新的 1个月 像这种 1个月 2个月 10个月 1个月 2个月 4个月 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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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月 1个月 2个月 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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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月 没想到插了这么一大堆出来 这个呢准备放在窗台上 散光有散光要避免太阳直射 然后一个月检查一下 如果活了呢 它应该还是类似这种状态 轻轻拔一下可以知道生没生根 如果死了呢 就可以看到大量的落叶子 我相信肯定有人质疑 这行吗 这个 咱们看看 这个就是去年差的 也有前年差长得大一点 杜鹃在多伦多 这种寒冷的不太适合的地方 生长缓慢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品种呢 建议还是去商店 直接购买 我这个牵插呢 就是为了好玩 如果真的成功了 我允许好真的成功了 一定会和大家分享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